地震以我們所測量的是全台都有感 地牛又翻身 22號早上7點左右 花蓮外海發生瑞士規模5.6地震 震源深度32.8公里 最大震度在成濱有5級 它是屬於斷層型的地震 就是說它是一個破裂帶造成的 余震呢 我們估計這個余震會持續兩週到一個月 那余震的規模應該超過4以上也會有 這一次的地震和前幾天的宜蘭地震 以及0206花蓮強震 都是不同原因導致並無關聯 而根據統計 前年和去年規模5.0以上地震 分別是34和22次 今年2月還沒過完就已經發生14次 氣象局認為頻率偏高 不算是正常能量釋放 但學者有不同看法 根據過去的經驗 就是說在縱谷附近 它有分為幾個斷層系統 我們有向東傾斜的海岸山脈斷層系統 跟向西傾斜的中央山脈斷層系統 還有比較平向平移的這個縱谷斷層的系統 東部的話 這個這兩個斷層系統 這個有互相的連動性 會讓你覺得好像地震比較多 專家表示 由於台灣斷層的連動性 過去也有發生過規模5以上地震連發 縱觀全球強震數量也沒有太明顯波動 只是多數發生在人口聚集區 才會讓大家比較有感而已 大愛新聞黃一傑李明華台北報導